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 我們今天就來談談 筆尖格的男的命盤 一般在八字的論述上 筆尖格的人一般叫劍入格 那老師一般喜歡用筆尖來講 什麼叫筆尖 你看,有一些男生 很喜歡筆輸贏,有沒有 很喜歡筆,不然就比較看看 你知道這類的男生多少嗎? 筆一筆皆是 八字整個結構當中 根據老師我自己的研究 八字是有一個缺點 他可以看出你的趨勢 但是八字還是目前看不出你後天的造化 為什麼有的人可以把八字裡面不好的 不好的能量轉為正能量 八字一般而言 筆尖就是劍入格在八字的結構當中 一般而言,我先講原則例外 一般而言 一般比較容易磕妻 仿佛 損子 反正講台灣話 講白話文就是在家磕父母 出外磕朋友 結婚以後磕妻子 磕小孩 但是在事實上的論述上 很多筆尖格 很多建物格的朋友 無論是男生女生 在事業上非常非常的有成就 為什麼? 一樣的八字 繞在不同個性人身上差很多 也就是要看你的質量 看你這個人怎麼對一個事情的看法 這個前兩天有一個大陸的朋友 透過視訊跟我論命 那大陸朋友的四個柱 四柱啊 真的都不好 每一個柱都打到 都是財科硬財科硬 偏財科偏硬 正財科正硬 筆尖克節財 都是這樣四柱 結果他整個命盤論起來都很好 然後他在問老師 他說 老師啊 你為什麼都講那麼好 我說每個人的命盤 這個是固定的 但是你們少看一個東西 有沒有 少看一個東西 日主 還有要看你的大運 流連 我應該沒有記錯 那一位男思主的命盤 他是更新的心 心經 心經很奇怪喔 心經這種人一定要認水 也就是說心經不管你身強之後你碰到傷關一定發 因為你是金嘛 你是一個寶物 你是一個鑽石 你是一個黃金 你是一個珠寶 你一定要乾淨的水來洗 那如果金 要水來洗的話 要傷關 問題是你身弱再加上這個傷關就不好 懂不懂 他強調有一個前世你要深強 可是有的人在深弱的時候 碰到傷關這幾年大運 本來來講不好 他反而逢凶化吉 易難成祥 為什麼 他整個財法會顯現出來 結果他的八字 大運來講 都是十審三觀 十審三觀 反而他有機會 建功立業 八字奧妙在這裡 八字奧妙不在你 看起來 哎呀財啦 這個印啦 這個什麼 不是只有這樣子 財啦 印啦 什麼石啦 什麼筆 不是這樣看而已 八字奧妙你要結合 第一個他的日主 再加他的月之 那你要看天干 有沒有和 地質有沒有行 有沒有蔥 有沒有磕 有沒有害 有沒有會 有沒有三會三合 還要看什麼 你的大運 你的榴槤的結構 那個在大運上還好 那個榴槤還在批啊 從榴槤還在批上去 看你有沒有 浮影 反影 還要再批 那批了以後 還要從 從這個一年當中 再批十二個月 所以八字奧妙在這個地方 一般我跟客人常講一件事 三個小時講不完 三個小時 不是老師這個袋子講 大概十分鐘五分鐘八分鐘 不是這個啦 那一般來講 很多東西你不能選 八字你怎麼選 你是男生就男生你怎麼選 好啦 現在加了一個 你可以做性別的認同好 你多了一個選項 但是你的出身 你還是排起來 就是這樣子的結構 這你不能改 那有人問老師 老師那我這樣子 真的磕父親 磕老婆 磕小孩怎麼辦 我說你是假設 如果你的個性這麼磕 你有沒有考慮到另外一個單位 需要去改革的 比如說你的個性啊 你可以調整你的個性啊 你可以調整你的習性啊 你可以改變你看事情的方法 你知道嗎 為什麼建禄隔的人 男生 正常來講 很容易面對離婚 因為建禄隔的人這個個性 必須 很喜歡比較看看 然後比比皆是 這種人很容易當老闆 建禄隔的人 結財隔的人 非常容易當老闆 問題是來了 當老闆有一個習性 當老闆有一個習性 比較愛面子 所以他常常會把朋友的事 朋友的事 當為首先 家庭的事 他可能排序上會比較後面 也就是說兄弟啦 朋友的事會跑第一 至於其他的事他就會延後 如果你是建禄隔 還是筆尖 就是建禄隔 還是結財隔 你一定有財啦 這個不用看 這一定有財的 如果你沒有戴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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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小心 你這輩子的婚姻生活 一定多財多姿 那這個叫多財多姿 多納斯 背後叫做多災多難 也就是說你的男女感情上很豐富 但是你只要結婚以後 你要調整喔 你不調整的話會多災多難 齁 對你的婚姻是一個很重大重大的挑釁 跟挑戰 我常講比輸贏 你當老闆在那邊 很多老闆在風花雪夜 你也要 人家買Venu的你也要 人家到國外投資你也要 為什麼 你不想輸 你想贏 這個有時候你要做SWA的分析 一定要做SWA的分析 我常講 命可不可以信 命可以信 但是不要太信 盡信命不如無命 如果你盡信書不如無書 但是八字為什麼 我會一直推崇 因為很多人 老師根本 沒有見過這個人 八字老跟他講個性都很準 講到大概走勢 很準很準 不是老師特別準 是八字準 而且你提供的資料是正確 所以我在解盤上 比較好切入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你只要建物格 恭喜你 你的事業必將成就 建物格 深強 你逢官逢財必發 必發福發貴 而且可以發一事 不是發一時 挺好 深強 那如果你是身弱建物格 我跟你講 建物格的人一般身不會太弱 那你其實不能發一事 也可以發福發貴一時 對你來講都是好事 所以你要確定 你是發一事 還是發一時 如果發一事 那比較無所謂 如果發一時而已 就是短時間而已 你怎麼辦 你要把你的財務控制好 把你的進來的錢 管控好 如果你們不會 不會建造財股來找老師 因為你們來找老師的話 老師會根據你的八字結構跟你講 你必須要做什麼事 在什麼方位 你必須要擺什麼東西 聽好喔 每個人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吉祥 每個人的lucky color 不一樣 你的方位也不一樣 搞不好你東方他是西方 他是西南方 不一樣 這個沒有定論 一定要從你的八字結構當中 從你男生女生當中 來推哪個方位是你的極位 在極位的上面你要擺什麼 這可以穩住你的磁場 穩住你的能量 穩住你的財庫 只要錢進來 這個錢你就居得住 不然的話你身握 又是劫財格還是筆尖格還是賤入格 你才來才去 沒有用 懂不懂 沒有用 一發如雷一敗如揮 終將歸於毀滅 你認為有必要的話 可以找我討論看看 那個方位 在那個方位上擺什麼東西 你身上必須要配備什麼東西 我一定會跟你講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 也沒有辦法舉例 老師一般都要跟你講 所以你們可以打開自己的命盤看看 無論男生女生 一樣 建物格 要小心 一般建物格 結拆格 這兩種人不會太弱 因為個性一定 比較 比較強 紙油 它不會太油 它開 它不會太軟 那個都很強的 那強的話就是 你要把它導入正途 不要把它 比輸贏 往這個走 偶爾可以比較看看 跟人家比比看 可以 那你要注意 看了以後 你要告訴自己 唉 這種現象到處 比比皆是 不要太比 你要知道自己的優點 缺點 有則改過 無則加免 那老師的看法是這樣子 對這種 建物格的看法是這樣子 有時候不要太悲觀 不要你四處打開來 看 哇 網路上很多給你解釋 這個不好 這個好 這個不好 好 如果說你不好 怎麼不好 如何不好 不好到哪裡 如果你好 如何好 好多久怎麼好 他一定要跟你講 如果他講不出所以然 那你就不要信 老師一定要跟你講 哪一年好 好在哪裡 哪一年不好 不好在哪裡 搞不好你有車禍 你有桃花姐 桃花煞 桃花桑 還是你有官司 尤其車禍 你不撞人 人家撞你 還不是一樣 對不對 有時候你隨便 那個臉書 隨便跟人家按個讚 人家說你毀謹他 像我常常看那個臉書 也很奇怪 就朋友記起來 看到有個人出車禍 那個壞人被抓到了 就是架式桃花 然後終於被抓到 我按讚 也不對 我按哭也不對 其實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文章我看過了 所以我一般都不留言 怎麼留 你按讚好像給人家撞那個應該 我是說 這個肇事桃花者被抓到讚 但是你要解決說 這個人被撞到也不能說他讚 有時候不要亂按 現在是一個資訊 很開放的時代小心 有時候常常有無望之災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我常講的無望之災 你知道嗎 有時候常常有不遺之欲 你沒有想那麼多 結果你就是那麼的幸運 那今天我們這個視頻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歡迎分享 跟訂閱 OK 拜拜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